大家好 我是台军院孙明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中科技战的前世今生 我们接下来会用三次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析美中科技战 第一次 我们会从美国过去科技战 到底跟哪些国家对抗过 当时针对的重要领域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进行分析 第二次 我们就会提到 美国如何总结过去经验 现在展开 对中国大陆科技战战略 中国大陆有哪一些方面 可能受到美方的压制 还有哪一些 可能对美方反向构成压力 第三次的分享 我们就会提到 在美中两大国的抗衡中 一般企业必须做新的选择 所以我们最近常常听到很多企业 要往东南亚 要往印度去投资 到底是哪些产业要走 往哪个国家去比较适合 目前的营业策略是要调整吗 这个是我们第三次分析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用十分钟时间 来看今天要提到的 美国科技战的历史 今年二月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后 美国商会对拜登总统提出了一份报告 他们认为美中脱钩的代价非常高 川普总统过去对中国大陆贸易战的做法 其实并不可取 他们举出了一些数据 对美国总统做说明 第一个部分是总体经济 他们认为在贸易上 如果双方的商品都刻了关税 美国每一年的GDP会少1900亿美金 第二 美国对中国投资金额非常巨大 即使只有一半被迫出售 美国一次性的GDP损失 也可能高达5000亿美金 而直接投资更可能流向了竞争对手 第三 远远往来的中断 美国有很多大陆观光客留学生 一旦这些观光客留学生减少 每一年服务贸易金额将损失300亿美金 最后 当然是创意和创新 美国光靠自己的民众 创意创新还不够 所以美国吸纳了大量的亚洲优质人才 比如说台湾 韩国 中国大陆 印度 大陆留学生流向美国西岸 造就了矽谷的辉煌 如果没有这些创意跟人才 美国的经济是会被打折扣的 这是在总体经济的影响 另外一部分在产业方面 会有四大产业受到影响 分别是飞机制造 半导体 石化 还有医疗器材 首先 在飞机制造部分 世界上会坐飞机的重要国家 不是美国 就是法国 所以 中国大陆不跟美国买 就跟法国买飞机 每一年美国会损失300到500亿美金 第二是半导体 现在全世界的半导体分工是 美国设计 台湾制造 中国销售 如果最后这个销售市场受到影响 上游的设计跟制造 也很难幸免 第三 石化产业 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石化 生产国和消费国 分别就是美国跟中国 美国享有低成本的页岩油优势 一旦因为科技战 关税战 中国大陆把订单转向别的国家 对于美国的石化产业来说也是不利的 你要知道 美国很多州是产油的 很多民众在这个产业工作 一旦损失了这些中国市场 失业人数可能高达10万人 最后是医疗器材 中国大陆民众高龄化 老年化 需要的医疗器材越来越多 如果不从美国采购 向欧洲采购 等于是把自己的市场攻守让人 所以在总体经济产业方面都不利的情况之下 美国商会对美国政府 应该采取下面三个对策做建议 第一 跟盟友结合 共同协调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活动 比如在半导体 就可以看到 美国结合了台 日 韩 荷兰的厂商 共同制裁中国大陆 第二 自己要跑得更快 不能老是靠制裁别人 要促进自己的创新跟竞争力 提高美国的研发支出 第三 关键商品的供应链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稀土 车用电池 半导体 或是我们最新提到的医药 医疗器材部分 这些美国重点领域 都必须让供应链可以自给自足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过去曾经打过三次的科技战 第一次 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跟德国交锋 重点领域是原子弹 美国原本并不是一个军火生产的大国 在战前 美国要做一艘万吨货轮需要两百天 但在战争时间 美国把自己的管理理论 生产理论全用上了 所以我们听到的 泰勒的管理理论 或者美国运用生产线去制造军火 彼得杜拉克有一本书 《企业的本质》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所以我们刚提到的 美国本来做一艘万吨货轮要两百天 这个时候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一艘 在运用福特的汽车生产线来做飞机 一小时可以做一架战斗机 也就是美国一天可以做一万一艘万吨货轮 24架战斗机 德国在闪电战攻打波兰的时候 出动了三千架飞机 两千五百台坦克 打遍欧洲无敌手 日本在轰炸珍珠港的时候 军舰是十艘 美国是七艘 所以日本认为把美国的军舰打成 美国就没有还手能力了 没有想到美国后来 动员了所有的生产能量 制造出了三十万架飞机 十万台坦克 比起刚刚说的 德国三千架飞机 足足多了一千倍 另外在军舰方面 原来日本比美国多 四年以后 双方军舰的差距变成20比147 美国军舰是日本的七倍 所以美国不只是数量远远压过的对手 另外美国在计算上也赢过对手 比如说我们现在管理学常念到的 物流管理 运筹管理 作业管理 很多当时的管理理论 就是为了美国为了军用 为了战争所研发的 当时美国政府 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来计算 德国的弱点在哪里 他们发现 德国的坦克车虽然很硬 但是坦克车的弱点在轴承履带 而轴承的生产 竟然位在一个没有防空设备的小镇上 只要把这个小镇打掉 就像NBA的球员一样 即使你长得再高再壮 你的膝盖 你的脚筋 韧带受伤 你就不能上场了 所以美军开始日以继夜地轰炸德国的轴承厂 当把这个轴承厂炸掉以后 一个月以后 德国没有零件可以运捕 坦克车无法行动 最后只能靠马 靠驴 把这个坦克车拉走 以免落入对方手上 所以美国不只在军事生产上赢过对手 在重要技术上的研发 软实力的管理 都领先了德国 再提到原子弹 原本德国在1939年就展开原子弹的研发 原子裂变现象是由德国人发现的 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钥矿 化学工业 还有最好的物理学家 诺贝尔 物理学奖 德主海森堡博士 照说德国应该首先研发出原子弹的 不过当时德国想太多了 所以后来原子弹没有研发成功 反而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曼哈顿计划 要求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 他给了这个小组20亿美金 或是4万人力 再找了一个很棒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来帮忙 果然在德国人之前发明了原子弹 当然这个最后在欧洲战场上 原子弹并没有使用到 反而是用在了对日本的战争上 因为对日本的战争需要经过很多岛屿 硫磺岛 中途岛 菲律宾群岛 冲神岛 每经过一个岛 美军就会大量死伤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 逼迫日本投降 也因此让二次世界大战 提前了三个月或半年结束 战后 美国的科学家建议政府 不应该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做科技研发 必须持续投入 所以这些经费就让大学跟研究机构来申请 我们后来看到的电晶体 GPS定位系统 还有早期的网际网路 都在这个时期做研发 所以美国的第一次科技战 对象是德国 重点在原子弹 接下来 第二次美国的科技战 是冷战时期对苏联 苏联在1957年 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这个时候引发了全球恐慌 大家认为 美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落后了 不过美国不甘示弱 甘奈迪总统在1961年表示 美国会在十年之内 把人送上月球 所以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请全国之力 成立了太空总署NASA 太空总署预算最高的时候 占到美国联邦预算的4.5% 4.5% 促进了GPS LED EG 这些东西的发明 后来美国果然在1969年 成功发射了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 在太空争霸中扳回一层 此后 美苏两国持续的太空投入 引发了双方的资源消耗战 但苏联经济最好的时候 它的经济规模也只有美国的六成 再加上 它的盟友 大部分经济实力 没有办法跟德国 日本相比 给予苏联最大的支援 长期的资源消耗战 偷垮了苏联的经济 尤其在1984年之后 雷根总统又提出了新战计划 诱导苏联 持续投入 看起来很理想 但做不到的新战计划 苏联这个国家 并不怕你打陆地的战争 或海上的战争 在陆地的战争上 拿破仑跟希特勒 都没有成功进攻苏联 海上的战争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港口 可以让你进攻 所以苏联比较怕的是空战 因为它的幅员太过广大 在1992年 后来苏联瓦解之后 大家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冷战时期 大量的军费投入 拖垮了苏联的财政 以至于苏联无法继续存在 最后一次 美国的科技战是针对日本 这一次不是军事 也不是政治外交的问题 是一次贸易战 日本的半导体 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 全世界市战率高达了三分之二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不是亏就是倒 所以美国企业要求政府 去做因应对策 美国政府就要求 日本签订半导体协定 重点是 要求日本半导体 不要增加出口 而且要从国外进口 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 就重新思考 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政策 他们因为美国要求 每一年要进口15%的半导体 所以他们就把材料 跟设备的制造留在日本 但把最终商品的生产制造 转移给了韩国 他们交汇了韩国三星跟LG 做半导体 再由韩国进口 来达成美方进口15%的要求 这样就促成了半导体产业 整体的垂直分工 美商专注于上游的设计 下游由不同的亚洲国家来分工 日本负责设备跟材料 韩国做低润 台湾也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商机 台湾政府跟张忠谋先生 在1987年 也就是半导体协定 签署的第二年成立了台积电 专攻金元代工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 护国神山 其实倒映于30年前的一场科技战 把半导体产业打得支离破碎 我们台湾分到了一块饼干 吃到了今天 最近张忠谋先生也感叹 台湾很难再复制 另外一个护国神山 其实不然 在美中两国科技战之下 未尝没有可能再产生新的一块饼干 让台湾再造未来的产业天下 除了刚刚提到的以外 美国持续的研发投入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败度法案 冷战时期美国推动的这个法案 赋予大学研究室跟中小企业 取得政府资助计划的时候 也可以取得智慧财产权权 就像农民电农一样 你耕种的田收成如果可以更多在自己拥有 就像台湾以前的三七五减租 中国大陆的包干制一样 农民就会很愿意勤奋去耕田 这个时候中小企业也开始注意了 开始投入研发 以前美国都是大企业做研发 在败度法案之后 变成政府投资中小企业做研发 创造出来的结果 再由大企业去收购 做整合成新的创新产品 所以败度法案 让美国整个创新生态体系 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总结我们刚刚讲的三次美国科技战 各位可以发现美国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领域上跟对方针锋相对 有一些是重要的科技产品 也有持续的研发投入 那现在要如何针对中国呢 因为中国的规模比过去的德国 苏联日本都各有不同 甚至要更大 而且非常擅长打持久战 在再一次的分享 我们就要跟大家提到 美国对中国现在的战略 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方式 双方在哪些领域上 可以对待方造成压力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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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